雅各文老師的問題是 以前的這個氣櫃 就是黃瓜啦 應該是黃瓜 那他說現在的氣候比較熱 是不是可以呢? 用我們在這個勤財面上 不是那個黑毛子 是不是也可以在那邊上呢? 稍微用這個黑毛子給他 為一下 可以收遮音就是說 比如說 你如果是種在外面的 或是有那個條件 當然你可以一座 剛才在他站中 可能就是10點11點 這個頭上的時候 他可以稍微看一點點的 很大站中 那是會晒的 但是你 如果全部都打掉了 全部都打掉了 可能他的山領是一樣的 因為日照比較不俗 日照不俗 這就有可能 我們的山領就是一樣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 就是說 如果有條件 當然可以稍微打一下 這是絕對是有這個效果啦 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來試試看一下 沒有問題 絕對可以 但是不可以完全都蓋著 蓋著汗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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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過度的遮音 這個 他就沒辦法 就沒三龍 這火龜他其實怕熱 但是他又是喜愛陽光 他溫度 並說他差不多25度 28度 不要超過 日照比較窮 稍微看他三龍很高的 現在如果過28度 過去30度 他就開始生長 就開始三十度 十二度ottstort ni生長 生長的抑制到35個 everybody 有可能要收到 Ph.D 上海小孩到40度 ag 有可能神父的就很重心 疫病的日燒 有時候就是 月律體沒辦法承受 尤其他剛才三星的那種幼稚 月律體都比較靜 他比較靜 若孩子 若孩子不會蓋著一頭膝蓋 大人可能比較不緊 腰口蓋比較有動 蓋得比較習慣 老公、幼妹妹在一頭膝蓋 肯定做不成 如果在頭膝蓋在打溫度 還有日光很強 他有可能受影響 可能月律體被破壞掉 或是一些酵素反應的中指 所以要糟糕 所以我們三星這樣說的 日燒這種情形 你傳過來的胸皮 這是一個疫病 一家一家 通常是 這個陸菌 漏困不是移病 漏困不會 有的人說 這陣子怎麼會得到漏困 也是會不會 只要有濕度 有濕度在那個地方 他比較不像 那種 譬如說你連接黑音 沒雨季節 那個時候 那些掉漏困 掉到你 還不敢 這時 他還是比較好聽 通常如果一頭拍一下 他稍微對著他拍一下 他就炒乾了 他可能在擴散 那個速度就不太快 但是 濕度還要來 他就抓起來 濕度還要來 所以這有一點 有漏困的解決問題 所以你一樣 也是要做好 這方面的解決處理 漏困的解決問題 這有些油是一樣的 因為你這個沒有炭區病 所以你可以盡量 這個油 用差不多差不多的油 來營就可以 我們說的 這個 這個差不多差不多 這個東西 有時候不見得是這個 就是說 可以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但這個想是這樣的 那要稍微蓋一下 那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稍微蓋一下 稍微蓋一下 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整個都給他 他的過度的遮音 吃了太過多 他就不散了 你會知道 黑音天 那些軌子都發不好 我們黑音軌子發不好 我們還要他去 去幫他這個 這個 他用N9 他增加光合作用效率 他比較有三流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過度的 這個熱量 所以 一種的東西 那麼 你一定要 稍微注意一下 這可能是我們在財務管理裡面 比較麻煩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當然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所以這個光照的節節強度 這在台灣 是我們在很多地方 是他們沒有這種的節節問題 要說 很多人在說到 這個以色列 他們的沙漠就在蒸 為什麼沙漠可以蒸 他就是利用這個 因為他們很飽爽的 所以他們是純粹高溫 但是他在石子裡面 經過的這個水牆風扇 他在降溫的時候 他降溫到差不多 在原來裡面 你外面可能 超過這個30度 35度 甚至有的要到40度 但是他在中間 他外遮陽的稍微揉一下 然後 他不是全部都揉住 他們的空氣很乾燥 所以他們只要經過 這個水田風機 這種風扇 稍微調一下 調一下 之後 他現在這裡面 息來的溫度 折起來 他裡面就放很涼 然後他一點水分 所以他在財布的環境裡面 可能只有八度而已 所以他以前的日照很強 但是他們三流也都不錯 所以你要知道 人家的溫度降會下來 我們這邊 我們這個溫度是 這種是比較降會不會下來 稍微有一點降不太下來 這是我們的困窖 那麼一般來說 就是說在財布的時候 氣過了 氣過了回歸 就是說 在日北渡周遊 23到28度 這個環境就是最適合的行動 那麼到這個 30度起 就開始 就越來越不動 到35度 可能有一個極限 到40度的時候 這很危險 就可能是這個日燒 那麼多數是這種經營 所以 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和朋友 想做幾個參考 不一樣的作物 他本身對著這個 光照 但是這個光照要配合到這個溫度 還要和這個溫度有一點 這稍微配合 就是說你不能說 哦 他的好強光 但是他溫度 他溫度 是沒辦法動那麼高 在我們台灣 強光通常 相對就是隔溫 很多是強光的隔溫 強光如果超過 他形狀的一個隔溫 這個強光 他就動不掉 他的隔溫就限制 就是他的一個這個啊 這個行動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和朋友 要稍微來幫他這個注意一下 我們請請說的就是說 啊 他為他沒有日子的時候 那天有說過 這個 植物形光合作用 光強度增加 二氧化碳消耗量增加 就是說 簡單來說就是 他的這個光合作用的這個效率 會增加 但是他有一個點 就是說 啊 作文 他有在光合作用 但是他也是有呼吸作用 他剛好光合作用 可以去滿足他呼吸作用 那個點 叫做光補常點 就是說在那個 他在那個點 如果隔溫超過那個點 他就可以活得下去 這種叫光補常點 那有一個叫做 這個 隔溫又一直增加 但是到某個點的時候 隔溫又一直增加 但是光合作用效率 沒辦法再增加 那個點就是要吃飽 吃下去就都更高的 隔溫就不好 這個叫做光飽和點 光飽和點 你那個所在的飽和 隔溫又有可能 慢慢就受到這個上海 所以 我們了解是 所以一般來說 在作物 他有去分 分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 像我們 在這個作物裡面 有幾個 有一個是 像這種 可以超強光的 可以耐很高的 在火裡面最出名 就是向日葵 這個東西 可以耐很強的 這個鑽 那麼 在所在裡面 形材 形材 原來可以耐很高的 強光 怎麼胖呢 他都要再增加 這個形材也是很神奇 所以 他在某人 有辦法去做 有人說硬材 硬材 硬材要在 有水很成功的 這個精靈之下 他會盪 但是水如果沒有成功的 這個精靈 他跟水中有一樣 水如果沒有成功的 這個精靈之下 太過程的 這個鑽他也是 撞不住 煩賣跟鑽 這都是這個高強光的 這個作物 另外一個就是 強光 還有一個 進入 對鑽比較強 比如說 羊香瓜 這個鑽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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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金鑽 我們的鑽鑽 台銅鑼 鑰 鑰 荷人刀 金菜 有的說金菜 金菜 金菜我們在蓋黑芒 但是 為什麼要蓋黑芒 金菜蓋黑芒 就是 要讓它比較油 不要讓它打得多熱 但是 這個最小金菜 如果是 比如說 我們在吃的生菌 生菌 他如果生菌要管 就要強光 但是 他又不需要高溫 所以你想說 不需要高溫 又好強光 在什麼地方 有這種環境 更強的 但是溫度沒有很高的 你想什麼 這很多地方 比如說像地中海 地中海沿岸區 他們在冬天下竿 他們有一個地方 就是更強 但是那個溫度沒有很高 所以 比如說像 一些氣候帶 他就去産情 這個情形 這比較強光的 這個造物 更加下來 就像隔溫菜 這類的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是更弱光 更弱光 更出名 就是 我們的蜗具 蜜仔菜 蜜仔菜 這種 比較不會蓋 讓你蓋熱的 大概是有這幾種 所以 對回歸來說 這類的 是一個 強光的作物 他比很多 米格雷菜 還需要更多 這個工 但是我們台灣的工 是比較強 其實我們在遮光 最主要是在做什麼 降溫 你如果說 不用透過的遮光 它有辦法降溫 它更強 其實對它的三流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 你要知道 什麼東西是 限制到它 行動的 一個因子 這個東西 你如果是有限制 它主人 因為受限制 比如說 溫度 高溫去限制到它的行動 你更加強 也不好 更加強 只是對它的傷害 更大而已 所以這給我們好朋友 先了解一下 大概是這個 得利 提供給我們 這位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